现在是9月6日上午11点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海南文昌高龙湾 受超强台风摩羯的影响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已波涛汹涌 9月6日11时 台风摩羯超强台风级 距离海南省文昌市偏东方向 约125公里的海面上 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 向西偏北方向移动 将于9月6日下午至傍晚 在海南琼海到广东雷州一带沿海登陆 预计最大可能在文昌一带沿海登陆 受台风摩羯影响 当日文昌市风雨明显 行驶在道路上的车辆寥寥无几 沿街店铺大门紧闭 有的树木被连根拔起 有的树枝被生生折断 我现在在文昌市的一条街道上 大家可以看到我身旁的这一棵 比我大腿还要粗的景观树 已经被台风连根拔起 受台风摩羯影响 截至9月6日9时 文昌市已转移居住在老旧房屋 低洼地带 再建工地 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区域的人员 147479人 记者在文昌市 文城中心小学临时安置点了解到 截至9月6日9时 该安置点已安置民众123人 安置点早已配备面包 泡面 矿泉水 凉洗等物资 保障安置点民众的需求 我就是看尾城过来 我住了个瓦房 政府叫我们帮了安全地方 就是这个中心小学来 我们就是两个孙子 与我们两个老的 我们提供矿泉水 八包粥 还有快食面 还有面包 饼干之类的 还有食籍 我们工作就是24小时轮流值班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学校